每天承载运量高达200万人次的台北捷运 为了让穿梭其中的民众获得更美好的城市生活体验 由专家讲师和市民学员共同参与的 Idea Taipei创意工作营提出许多创意构想 例如把捷运站里面经常出现的各种声音 结合不同的音乐就能让平淡无奇的声音变得非常有趣 所以其实刚刚的声音来源自于 我们保留了该有的功能性 我们加注了台北印象 我们加入了融入的在地风情 以及自然旋律等等 所以在这里我们试图创造出一些不同的感受 包括了其实可能大家在听到的车站的声音 或者是列车车体内的声音 以及接下来我们其实还想让大家能够欣赏的是空间的声音 我们除了声音以外 我们还发展了一个APP 因为经过我们的调查 你们会发现说 有些人在捷运上睡早了 他不晓得要下车 那很多外国人 事实上我们的语音还是有限 所以我们同仁发展了一个叫听台北的APP 他可以协助每一个人上车之后呢 提醒你什么时候要到了 什么时候可以转成 你要花多少钱 文化局表示这项台北声音地景计划 主要特色在于提供市民参与市政的发声平台 集结对城市构想的创立提案 作为台北市政府城市治理的参考 那我想这个方法我们会继续在文化局继续推动 比如说我们未来对中山桥中正桥 对文资跟开发的这些概念的形作 还有比如说我们对眷村的保存 是不是可以放入中继住宅的概念 都希望借着这个方式去进行 而市长柯文哲则是希望 未来能在捷运里面听到许多 跟台北有关的歌曲 每个捷运站都有专属背景音乐 让人一听就知道这是哪一个捷运站 文化局表示 目前有52个捷运声音地景的创意提案 后续会再经过评估 希望能尽快落实在台北捷运中 让民众有更多美好有趣的生活体验 记者许超雄台北报导 春天就是要摆脱负担 换装BB两年最多省3300 120枚每月888 还加着换装金2000元哦 比比BB比较好